沒有聊世紀 天野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四打四 天梯團戰 那這場比賽是 山脈這張圖 那現在這個CEA觀戰器 比較有改善了 可以看得出現在每個玩家的分數 那這一場比賽兩邊分數其實蠻相似的 比較貼近大家的分數 那我覺得比較有參考價值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是怎麼打團戰的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這張地圖有什麼特別之處 把這個燈打開一下 這個地圖 這個地方石頭路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你要圍石牆的話 你要沿著這個樹木 一直蓋一直蓋一直蓋 那基本上這張圖可以當團圍圖 一起連圍 那如果團圍圍不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爆炸 就是一個洞然後被一直鑽洞 然後一家爆一家 會變成骨牌效應 所以這個團圍要十分注意這個 縫隙的問題 還有防守之間的一個想法 不然防守防不好的話 可能會害到隊友 那中間的話是算一個比較高地的地方 那裡這裡很多這個雪豹 很多隻雪豹在這裡 那比較多高地跟低地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中間開戰的話 一定要把自己拉到高地的時候 再跟隊友開戰 絕對不能這種低挖處往上打 那會非常危險 所以中間爭奪的話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張圖的遺跡都在這個中間這個位置 總共應該似乎有十個 連洞龍團戰都在十個左右 那這張圖看起來不是十個喔 這張圖應該是八個啊 八個遺跡而已喔 沒有算很多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文明喔 先看一下青色 青色的這個玩家是波斯 波斯在最近的影片我們常常提到 我們就不先提波斯喔 再來講一下捕獵甸 捕獵甸最近我們的影片也很常出現 那我們也不講了 哈哈 阿波蘭阿波蘭已經 大家也聽到膩了 那我們也不講了 好 灰色阿灰色麻雅 我們最近的影片 也是很常講 這個也不講了 哈哈哈哈 怎麼這四個文明都剛好都是 最近我們的影片很常出現了 好 再來看這家庫曼 庫曼的話比較特別 最近比較少出現 因為他最近勝率有點悲劇 不管是單挑還是傳戰 都有點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況 庫曼算是一個很特別的文明 他在封建時代就可以蓋這個TC 那封建時代可以蓋射箭場 那個造價也很便宜 只要100目的樣子 非常便宜 100目就可以蓋這個射箭場 還是75目 應該是100目 那這個封建時代也可以蓋這個充車 所以他在封建快攻來說是非常強勢 庫曼的打法非常多便 所以他的勝率也比較不穩定吧 有可能 庫曼的話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遊俠 有這個四季帝國裡面 跑最快的一個遊俠的文明 跑速我可以記得到20%吧 跑超快的 糟糕了一波 每次打庫曼的時候都覺得 這輩子追不到他的遊俠 超難追的 庫曼還有這個青茶可以玩 青茶的話就算是那種 騎馬的諸葛連弩嗎 但是又比諸葛連弩爛了一點 諸葛連弩至少是連續發射 但他是散彈槍一次發出去 那些傷害也不高 所以我覺得諸葛連弩會更強一點 好 那 來看一下 哥德 哥德的話文明比較特別 這個步兵有六折 到第五時代便宜 超級便宜 可以用支援戰 跟對方應換 用這個大量步兵 直接加這哥德護衛隊 三色步丁直接開錯 再加這個衝撤硬撞 哥德這個打法是蠻強的 哥德比較尷尬的是 對抗步兵比較弱一點 可以用這個火槍去對抗 哥德也是有火槍的文明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不會落到哪裡去 但也不會強到哪裡去 因為他本身就有這個 開甲薩的限制 還有這個馬也不太能打 弓兵也是 所以哥德一定要專精這個 步兵路線 還有火槍 只要記得打這兩種兵種 就沒問題了 好 那看紅色 紅色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是一個火器文明 他本身 比較不怕工兵文明 他有這個戰車 這個 這個戰車 遠防超級高的 然後對抗工兵有這個額外傷害 再來就是他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他打工兵其實蠻強的 因為城堡時代就可以比別人多一攻 但是這個化學這個成本也是要自己去花的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也可以打火槍兵 雖然他在城堡時代打火槍 我覺得並沒什麼軟用 因為人家騎士過來硬砍也是很容易就砍爆了 那如果對方完工兵的話 射速還比你快 更容易收掉你的火槍兵 而且火槍兵也不便宜 所以他這個化學的功能 應該是打強弩的時候會比較有用 城堡時代就有化學 這個傷害還蠻高的 再來看一下這個 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是 村民很便宜 那駱駝的話可以升到帝王駱駝 可以有馬國的惡夢之稱 那他的駱駝 可以升到帝王駱駝之外 攻擊速度還增加25% 非常的快速 專殺有俠 可以這樣講 波斯跟印度斯坦 都是蠻像是那種 城堡時代開農爆經濟 會很強的那種文明 所以這兩邊應該都是 直接直成 不會去打什麼封建大開戰之類的 但是 才剛講完 這個印度斯坦就打我臉了 這四隻刺頭已經在敵人家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印度斯坦的飼養 印度斯坦這邊看到對方波斯加 這邊村民喔 但是沒有長槍兵 這個要來抓繞蛋村民 哇直接抓到一隻 哇這一隻很慘 直接被砍死啊 哇完全沒有抵抗能力 好接下來再往下走嗎 還是往後呢 還是往後呢 結果這邊繞了一圈之後 長槍兵開走出來了 欸我覺得 這個印度斯坦這裡有個小問題喔 他太堅持要繞波斯了 還是他上回來抓這一隻 應該上回來抓這一隻 但我覺得這應該用一隻刺頭去抓就好了 這幾隻應該是不用回來的 應該直接進去裡面再繼續騷擾才對喔 這邊算是一個 嗯 算小失誤嗎 我也不太確定 正常來說的話 不會再這樣拉回來喔 應該會直接再進去裡面騷擾 你出這麼多刺猴 就是要來抓村民喔 然後去拖對方的時間 你不可能在外面等對方 喔牆蓋好之後 在外面打這個木牆 這樣你出這麼多刺猴 就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好 那個刺猴有機會喔 就要一直往裡面鑽喔 盡量不要在這個牆外面喔 不然做不到事情 會很傷經濟喔 那這邊印度斯坦五隻刺猴 一定要打到一點東西 但我覺得他已經有點夠本了 殺了兩村之後 準備迎來第三村嗎 三村拿到 波斯第四村也被殺掉了 這裡好一隻刺猴想要阻止 但只有一隻刺猴無能為力 波蘭的刺猴很忙 但是波斯這邊也慢慢按下了自己的刺猴 想來對抗 印度斯坦的一個刺猴的攻勢喔 這邊砍幾下 結果被人家反殺 波蘭的刺猴也被打到殘血 哇 印度斯坦一人拖三家 讓兩家的控制率喔 得意又一直控制刺猴 去追他的一個刺猴的走向 這個就是我說的喔 千萬不要在木牆外面喔 你在裡面繞也比較好 千萬不要在外面 這樣就會捨棄掉你的刺猴的數量優勢 這邊直接揮猴砍死 紅色的刺猴 這個不要追這個不要追 這個不要追 對對對不追不追 趕快再繼續騷擾 打傳戰就是 能騷擾到一家就要到第二家 能到第二家就要到第三家 能到第三家就要到第四家 千萬不能停 尤其是打刺猴 工兵也是如此喔 不要想說用這些刺猴 一定要把對方打到底 要不是用工兵直接射死一家 盡量每一個玩家 都把他射到有點慘 這才是騷擾的精髓 波蘭大莊園砍得還不錯 這邊砍了一個正在蓋的農田 應該是有delete掉 這邊再嘗試再繼續砍 波蘭最討厭這種 直接殺進來了 只要一殺進來 大莊園的農田就不能中 小傷小傷 好那這邊還會存在這邊 落單要直接過來硬砍了嗎 看來要硬砍 但是後面有刺猴 如果這邊硬砍這隻窗瓶的話 刺猴可能損失非常大量 好那這邊只要鑽個小洞來反擊 但是這邊刺猴的血量非常低 應該是沒救了 好印度山這波騷擾已經非常賺了 哇這邊殺了太多村了 殺了七村了 OK啦可以啦 應該是六村吧 還有殺一隻刺猴 內夠了 這個只回票價了 好但是沒有關係 波蘭這邊雖然死很多村 雖然上時代也比較慢一點 但是他的TC效率是很快的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看一下3TC 應該是可以把這個經濟追回來的 應該問題不大 好那左右兩家 開始把自己的3TC也開了出來 那該濃的也都濃 那些濃的話沒什麼好看的 我們就先高速 略過這個濃的部分 那馬雅的話算是沒有很濃 因為他有挖石頭 而且還是優先蓋下城堡之後 開始在亮彩這個羽射手 所以他並不算是專心濃的玩法 那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其實每個玩家 像我也是 就是我們都太習慣只濃不出兵 但是其實真正的玩法 是要像這樣喔 邊出兵邊農 然後邊控兵 然後邊騷擾 這樣才是真正的一個玩法 應該說這樣玩才會進步 才會進步 不然太容易喔 一直在農自己的 農到後面就有點 那不知道在幹嘛 好那這邊 女射手走了 前面 看到騎士往家裡跑 趕快說往回拉喔 這就是一個資訊戰喔 你看到對手騎士 已經開始往自己家衝了 那就自己有心知度有 對方本能在報騎兵 千萬不要輕送掉這一坨弓兵喔 瑪雅這邊意思還算不錯 好那就好來看一下這波騎士要往哪裡打 庫曼的騎士開始往前衝 但是找不到地方可以打 欸這邊低木牆 這邊是要往外蓋城堡嗎 但這波沒有騎士喔 欸本來想出去 這感覺是想要出去喔 看到騎士在亂竄 突然又不敢出去了 這些村民有點 有點猶豫了一下 啊決定還是蓋在城牆內喔 OK 那這樣比較保險一點 比較不太會有這種抓掉的問題 好 瑪雅雨色的時候一直在量產 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18隻 那如果要對抗騎士的話 最好要有30隻喔 30隻的話 應該是可以一次騎發 欸應該是射兩發喔 就可以收掉這隻騎士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個計算應該是這樣 好 120的血 然後攻擊力5加2 對方的騎士是2加2 所以是4防禦 那5加2等於 3 3滴 射一下3滴 3滴乘以3 好 3390滴 欸差不多啦 差不多 欸差不多就是 30隻左右 就個騎士發十一隻喔 因為你還要去算那些 有可能會miss的箭矢 就算有彈道球也不是100%會命中 所以30隻應該算是保險的一個數字喔 可以確認即殺的那種感覺 好那這邊城堡看到之後應該會往後拉 不會硬砍 這邊硬砍沒什麼意義 好那這邊 火箱給到了前線 當然右邊這一個連隊 他們很濃欸 他們直接都上這個大石牆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觀念喔 這邊波斯應該是我跟隊友講的 他自己在前期喔 被砍太多村民了 需要濃一下喔 要上大石牆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好的觀念 就是你只要覺得自己可能爆炸了 那你要趕快跟隊友講自己被殺了幾村 那隊友可能就知道 欸有一個隊友可能快不行喔 那先趕快上大石牆開農 這樣比較好 比較不會這種 因為異國 前期被打殘 然後突然就變成4打3的一個局面 那有上大石牆之後 你看這個木牆很快就爆了 但是有石牆在這裡就很安心 好他們就算打這個10牆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趕快補下這個 城堡或是劍塔 防守的話時間就可以挫得更久 然後就可以上帝王時代 就可以有點勢均力力了 就不會影面倒的一個問題 好那稍微來看一下 雙方的支援量好了 看支援量比較準 好那每一家都上了帝王時代喔 連波斯死的最慘喔 也上 藍色是上方的團隊喔 最早上帝王時代的一家 那是波蘭 波蘭這個肉量喔 是給了很多的 所以很早上帝王時代好像也是蠻正常的 好那這邊波蘭的騎士出來 應該是有點這個貴族特權喔 有貴族特權的波蘭騎士 其實量是蠻大的 他可以很便宜喔 不用30黃金就可以出一隻騎士 但是缺點是沒有三級遠方 三級馬凱是沒有 但是造價便宜喔 給過 造金騎士直接護砍 波蘭騎士很便宜 直接換好像也沒關係 但是這邊換 不是已經在換 這個是在送了喔 這個騎士數量有點少 但是好像漸漸打贏喔 因為自己的騎士是重裝騎士喔 黃色的騎士還沒有到重裝 所以可以用這個重裝的優勢喔 跟對方換一下 雖然數量上沒有很好 但是也是換掉了一些黃色的騎兵 自己的重裝也是損失慘重 後面再補一下更多重裝騎士 庫曼黃色的騎士終於好了 重裝打重裝根本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像有點lag 這個是這個 觀戰喔 的問題 這個我沒辦法 這個最近觀戰模擬器喔 可以藏有這個bug 連他們捏劍的觀戰樓 也是這個問題喔 就有時候會lag 不然就是觀戰錯誤 所以導致沒辦法看到最後 這些問題 真是有點麻煩 好 常攻兵這邊來救一下這邊火槍 火槍要直接進去打波斯 波斯很慘 弓箭時代被砍爆 然後上帝王時代初期 又被繞了一坨火槍進來 那這邊 有大量突然的一個騎士在這邊防守 然後骨子敵人 在蓋這個高地城堡 直接硬撕駱駝 然後這個 對方的一個騎士 火槍兵波西米亞還在往前走 因為印度斯坦 沒有時間去cover波西米亞隊友 他是反而先去救右邊的隊友 好那看起來不用了 橘色 橘色是哥德 哥德開始爆大量的步兵了 這個疾病突然的重裝騎士效果很好 好這邊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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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射光這些火槍兵有沒有 火槍兵很怕弓箭手軍就是這樣子 射速太慢了 很容易被對方弓箭手直接換光 對方弓箭手只死了幾隻而已 自己卻死了非常大量 好這就是射速的問題 好那 偷欄點一下金瑞凹不起 金瑞凹不起的話可以迅速拆甲 那這個 哥德護衛隊 哥德護衛隊有這個遠防8 那要敲8下他的遠防就會變0 這應該也敲8下 應該敲8下之前就死了 好哥德護衛隊這邊嘗試要進攻吧 好像有點去得太早了 這個箭矢傷有點多喔 有射手跟長弓兵 而且還有城堡傷害喔 直接集火哥德護衛隊 這個 也是掉超快的耶 好那樣火炮的攻擊 成功入侵了敵方的一個城堡底下 開始使用這個步兵喔 硬拷這邊的一個工兵 但是工兵直接反擊 無視對方的哥德護衛隊喔 直接硬打 哇也是勝利解掉 好火炮喔開始硬拆 成功兵 長弓兵再開始拉距離喔 先直接射掉對方的火炮 有沒有 這就是長弓兵最強的地方喔 射成超扯 這個火炮也是輕而易舉 騎士在前面隱藏 托斯的騎士 先扛出第一波 哥德護衛隊的進攻 哥德護衛隊遇到騎士有點難打 因為哥德護衛隊的防護力只有2而已喔 騎士直接砍爆是沒什麼問題的 等一下可以砍一下 扣一大股 好那波士也有遊俠 遊俠已經研發中 等遊俠一跑之後 這一波開戰 可能有機會打的 但是後面有大量的一個帝王駱駝 哇靠地落欸 好那我們剛剛開頭會講 印度閃的駱駝 帝王駱駝有25%的波速加成喔 然後直接打遊俠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帝王駱駝很怕弓箭 所以這邊雨射手跟長弓兵 可以稍微拉打一下喔 去放下這個弱兵的數量 不然如果數量太多的話 遊俠一定可以錄 好奧布奇跟雨射手 在這邊守這方高地 這個高地只是暫時防守 並沒有要直接往前突進喔 哇這邊部隊非常大量 很多遊俠跟哥的衛隊 直接衝到城堡底下 要來開戰 這邊有三個城堡 三個城堡 遊俠也不畏懼 直接往後想要包這些雨射手 但是這邊奧布奇 奧布奇直接正面硬鋼 這邊硬鋼可以嗎 雖然需要很多 但是有一些沒有在作戰 後面雨射手盡量的在拉打 但是打遊俠的傷害沒有很高 奧布奇在那邊死守一個圓圈 好像要被守下來了 原來有三個城堡的加持 好慢慢的把這個傷害打出去 哇 這邊遊俠跟哥的衛隊 居然被奧布奇打爆啦 奧布奇真的有點強欸 哇這名雨射手 這一波居然也沒有送光 然後奧布奇繼續出 然後一出來就開敲 開敲開始破防 破防之後這些哥的衛隊 又沒個地方可以跑 哇我這波其實打得很不錯 來看一下上方 好上波這邊也在開打 游俠跟駱駝直接硬槓 尤其連長攻兵直接在後方開射 射死了非常多 駱駝駱駝也是一面倒 好長攻兵還在輸出 而且這是金銳長攻啊 金銳長攻的話威力很猛的 這邊要特別小心 長攻兵的傷害 哇但長攻兵直接被 流彈砲砸死啦 哇這邊大量長攻直接被砸爛 遊俠跟長攻的搭配組都看似不錯 但是波西米亞有最強的火炮的美誼 這個榴彈炮射程13攻擊力50 而且範圍非常廣被砸到絕對會頭破血了 這邊波蘭好像有稍微守住自己的三城堡 這個三座城堡稍微守住了 明明庫曼跟歌斗強力進攻但是卻沒有拿下 第二波攻勢波西米亞會怎麼打呢 這邊是打算用榴彈炮去換大量的長攻嗎 還是要來硬拆城堡 長攻兵直接往前硬A 榴彈炮只能後撤 後撤之後直接回頭開個一炮 打死一隻長攻兵沒有打到大量的 有點可惜 第二波開砲 直接砸到遊俠裡 遊俠直接倒了一隻 這邊榴彈炮嘗試去踢地板 看能不能踢到大量的單位 好 那這邊遊俠還是我們幾次被砸到了 駱駝直接正面硬剛啦 長攻兵無情輸出 但是射速很慢 雖然有射程優勢 但是已經不射程範圍之後 沒有射速的長攻兵反而變成一大弱點了 射速太慢了 反而輸出 DPS不夠高 好 只能打Poke了 這個Poke要打多點了 這個長攻兵優勢能慢慢展現出來 像這樣一直去引救對手過來 他一過來 遊俠就上 然後躺正面 然後再繼續他回頭再反射一波 就是這樣子 玩 不練一點就是要這樣打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 閃受不了長攻兵要怎麼硬幹了嗎 榴彈炮 看來要直接硬拆掉這裡的城堡 有機會嗎 OK 截掉 截到城堡之後 駱駱直接上去運 打帝王駱駱對上POSE的遊俠 暫行一致抬開 但是後面有POSE的火槍 並在後面助陣 所以遊俠也是吃到蠻多的火槍傷害 但是帝王駱駱的攻擊似乎太快了 直接吃掉大量的遊俠 連長攻兵也吃光光了 哇 再加上左炮的加持這邊 POSE跟不列顛退不成軍 POSE要在家裡 要再續一波遊俠才能出來打了 呃 不列顛常攻兵可能有點難續喔 這一波可能倒了主要戰地就沒有了 好來看看下面戰區 下面戰區 這邊遊俠要往後包 來包這裡羽射手 羽射手被包掉非常大量 後面有幾隻巨頭趕快跑 奧布奇也只能往後側 但奧布奇像是下 剩下 剩下一個挖地處 比你高地有點危險 這應該是 射處搞點 就是挖地啊 你看太出來 結果 羽射手幾乎全部快送光了 瑪雅這邊決定要處一些疾病來防守 不然贏這個遊俠傷害實在太高了 好 忽然這波兵沒有空好 那也是要送光了 好第二波遊俠過來 流彈炮能不能砸到呢 哇砸到一隻 第二發預判 哇也砸到很多 很多遊俠直接殘血 第二發 硬砸 哇 死了超多遊俠 這個就是 流彈炮的踢地板的威力喔 直接踢死了非常多的遊俠 好 遊俠往後之後 波西米亞的流彈炮還在往前推進 下方這邊還在跳恰恰 但是這邊巨頭雖然很多有視財 但是低打高的關係 所以拆成寶速沒那麼快 好那波蘭的奧布奇 直接高地打低地要硬打了啦 但是右邊的疾兵 並沒有去戳到遊俠也有點可惜 欸這邊但是過來有點戳到了 欸這邊戳得到 奧布奇直接上前地 偷巨頭巨頭巨頭 但是他被解掉了 那這邊的話 遊俠也不能撤退 撤退的話 自己的巨頭都要送掉了 那如果自己撤退的話 前線的隊友也會被敲光了 完蛋 哥德這邊的兵 全部被奧布奇敲成白癡啊 哎呀送光光了 這邊遊俠只能臥寬而好 逃到城堡底下 避免損失在更多的遊俠 那家裡這邊 駱駝已經在進去前面大殺四方 那這邊隊友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哇這幾場看起來不錯欸 這個帝王駱駝還蠻精彩喔 吃這個遊俠吃的蠻爽的 而且流蛋炮也是打得非常精準 那波蘭這邊的奧布奇也是打出了一番風采 雖然他們輸掉了比賽喔 但是奧布奇的威力喔 這真的是蠻猛的 連遊俠都能扛得住喔 然後這邊 哥德爾對這個步兵也是完全沒著 這個奧布奇跟他互尻 真的沒什麼太大勝算 用火槍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那蠻可惜的 這個波蘭這邊是我幾乎可以推進去的 但沒有辦法 這個中間 波斯可能是前期送太多了 而且對方是駱駝文明喔 第一弱太強了 出遊俠感覺有點在送喔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疾兵 在前線硬打比較好 不然這個駱駝出來 遊俠也沒辦法做太多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